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曾发生一件怪事,在当地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 一位穿着朴素的男人来到日本大使馆,想要寻求帮助。 工作人员立刻上前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,却发现此人是个日语特别好的韩国人。 随后这位韩国男人说的话,足以让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惊掉下巴。 男人说他叫金友吉,希望日本大使馆可以帮他寻找他的妻子。 紧接着金友吉居然说出了七个名字,这可不是一个人有七个名字,而是他有七个日本妻子。 要知道,日本也是一夫一妻制的,这可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心。 那么金友吉为何会有七个妻子呢?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? 这件事还得从一座孤岛讲起,当时这座孤岛上很混乱,既有驻扎在此的日本军队,也有朝鲜劳动工,还有慰安妇。 由于美国切断了一切资源供应,因此岛上的人只能吃以前留下来的食物。 而且还没有船只,只能等到救援。 还好,日本派来了一艘驱逐舰。 为了隐藏行踪,驱逐舰特地在半夜前来救援。 岛上的人为了能尽早离开,每天都有人轮流在岸边守着。 当大家得知有船来了后都十分兴奋,终于得救了,再也不用荒岛求生了。 夜里月黑风高的,什么也看不清。 为了不被发现,他们都没有点火吧,整个过程都是在黑暗中进行了。 大家也都默契十足,没人发出声音。 就这样,所有人悄无声息地上了船。 在最后一个人登上船后,船员终于松了一口气,下令赶紧开船。 就这样驱逐舰毫不犹豫地开走了。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居然遗漏了八个人。 当时这八个人也许是睡得太死,或者没有听到救援声,就这样被遗忘在了岛上。 当他们反应过来时,孤岛已经空旷旷的,驱逐舰也早就没了身影。 明明有希望回家,却错过了,还会有人来救援吗? 会有人知道我们还在这里吗?一时间众人万念俱灰。 那么为何这个岛上还会有不同国家的人呢? 事情还得从日本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说起。 日本在后期节节败退,不过太平洋上岛屿众多,想一下子全都撤离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其中有个叫做特鲁克群岛的小岛,上面有600多名日军,400多名朝鲜劳动工,还有很多未安妇。 由于补给被切断,因此岛上众人只能一边解决温饱,一边等待救援。 但谁能想到,最后救援来了,大家都撤离了,却遗漏了八个人。 这八个人中,有一个韩国男人,七个未安妇。 到天色蒙蒙亮的时候,八人总算睡醒了,一睁眼便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同一个事实,睡得太沉,错过了撤退行动。 起初,他们还眼巴巴期盼军方会再次实施营救计划,但盼着盼着,一个个全绝望了,不得不接受和面对被抛弃的残酷现实。 男人便是金有吉,八个人面面相去,还没等金有吉说什么呢,这几个女人就先哭了起来。 都说一个女人相当于三百只鸭子,这七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,那场面可真够金有吉喝一壶的了。 但她又是韩国人,彼此语言不通,最后只能用肢体语言挨个抱了抱,再拍拍他们的后背以作安慰。 等到众人哭累了,金有吉便担负起了照顾他们的责任。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,那么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接受。 万一救援人员在下船后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人,也有可能再回来救他们。 特鲁克群岛位于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的东部,属于热带海洋式气候,岛上不仅有丰富的水果,海中还有异域捕捞的鱼虾等。 而且岛上气温常年稳定在26度左右,因此想要在岛上短时间的生活也不是不可以。 就这样这八个人一边心心念念着救援,一边天天吃果子。 金有吉作为这八个人中唯一的男人,自然什么脏活累活都得交给他。 为了解决温饱,他每天都得下海捕鱼。 在创业初期,金有吉对七个女人也格外照顾,定量给予吃食,偶尔送上几颗野果,隔三差五来一顿,差鱼烧烤。 就这样,八个人在岛上艰难生存了三个月,三个月后,他们也逐渐明白,不会有人再来救他们了,他们真的要在这个荒岛上度过余生了。 八个人想到这点后,便更加绝望了,甚至有人开始朝着海上大喊救命,还有人想过自尽,但都被金有吉拦了下来。 他一边说话,一边比划,让大家想开点,至少我们还活着,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 七个女人在他的鼓舞下接受了这个事实。 从那以后,八个人为了活下去,每人每天都有自己的工作。 金有吉会带着身体比较强壮的两个女人出门打猎。 其余人要么生活做饭,要么就找找日君留下来的物资。 还好,黄天不负有心人,在他们的努力下,终于找到了日君留下来的稻米。 为了长久打算,他们没有立刻就吃,而是在岛上开辟了一块水田,然后将稻米种了下去。 本来是抱着侥幸的心理,但由于岛上特殊的气候还有频繁的降雨, 这种种子竟然真的发芽了。 等到长大后,金有吉又留下很多种子,再次进行种植。 这下可解决了众人的温饱问题,而金有吉也被女人们当作了英雄, 大家经常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她,好像只要有她在。 就算遇到再难的情况,也会觉出逢生。 解决了吃的问题,接下来就是住的问题了。 由于此地是热带雨林气候,降雨量特别多。 白天还好,一到了夜晚,岛上看不清,众人还要去躲雨,就非常麻烦。 如果能建造出来个木屋就好了,那么既可以遮阳,又可以避雨。 经过几天的思考,金有吉终于在地上画出了房子的构造。 还好他之前就学过建筑方面的知识,这下可派上用场了。 房子的大致结构画出来了,但又一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。 岛上是有很多树木,但如何砍到树木呢? 于是他们便又重新去搜寻日军所在地,终于找到了两把斧头。 虽然大树很粗壮,但在众人的接力下,没过几天便砍到了一棵树。 就这样,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,终于把需要建造房屋的树木砍好了。 别看他们七个是女人,干起活来很是卖力。 最后在金有吉的指挥下,众人终于拥有了一间小房子。 对他们来说,这间房子更像是一个他们盼望很久的家。 不过男女有别,金有吉立刻和大家解释,现在的房子只是临时的,等以后慢慢砍树,再建造一个,这样男女就能分开住了。 对了,中国那句老话叫什么来着?保暖私淫欲。 不过金有吉却坚称是日久生情,更何况在那么一个寂寞荒岛上就只有他们八个人。 金有吉整天为大家的生存在忙碌,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, 这几个女人看他的眼神早已充满了爱意。 在这个孤岛上,金有吉就是他们的天,就是他们的安全感,于是他们自愿嫁给了他。 金有吉就这么拥有了七个妻子,为了不让妻子们互相嫉妒,他每晚都和不同的女人睡觉,每周一次轮回。 为了能够更好的交流,金有吉开始尝试学日语,刚开始只是单个词,一段时间后,他们已经能成功地进行日常交流。 就这样,金有吉一下子有了七个老婆,俨然成了这座岛上的皇帝。 从那以后,金有吉与他的七个老婆在岛上度过了八年的快乐时光,并且生下了二十七个子女。 这三十五个人,有的负责捕鱼,有的负责种田,有的负责看孩子,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也没什么烦心事,倒也十分自在。 没想到,曾经荒无人烟的孤岛,如今也有了烟火气息。 二战结束后,美军的一艘巡察船在岛上发现了他们。 当美军看到这一幕后,被吓得摸到口呆,然后收缴了他们的武器,将金有吉遣送回韩国,那七名为安妇和孩子们被遣送回了日本。 回到正常生活后,金有吉还有点不太适应,反而开始怀念在孤岛上的生活了。 一段时间后,他由于太想念妻子和孩子们,于是只能去到日本大使馆求助。 经过大使馆的帮忙,他才得知,其中有五个老婆都已经再次嫁人了,而剩下的两个老婆则选择回到他的身边。 1979年,金有吉病逝,之后他的骨灰被分别放在了日本、韩国还有特鲁克群岛。 至此,现实版的鲁冰孙漂流记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